西方国家都有宗教自由 信仰自由吗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 你要信什么都可以 你甚至可以信邪教 撒旦教 但是只有一个信仰 是绝对不能被接受的 那就是基督教 英国一名反堕胎的人士 在堕胎诊所前面 还不是大门口 是旁边的路口而已 被逮捕 因为他在末道 就是没有发出声音的祷告 西方国家 英国开始抓基督徒 只因为他在末道 美国跟加拿大开始抓牧师 我们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是坏人吗 美国一直以来有一个部门 一直以来都是以最保守 最爱国 最有美国价值的部门 就是我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现在也跟着觉醒了 发布了声明说 从此以后 不可以再用Sir跟Ma'am 这个来称呼自己的长官 这代表什么 很重要吗 今天最后一则新闻 可能是AI News 包括最恶心的一个新闻 大家看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变装皇后要游行18个周 一共36场 而且标榜着 荷家欢乐老少贤疑 邀请了小孩 到他们变装皇后的演出里面 今天的画面 大家要小心一点 我们会处理画面 但是就算处理过 还是非常的恶心 这代表什么 我们有什么应该注意的 我们有什么应该认清的 我们未来该怎么做 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你去我们的网站 或是直接到下面参加我们Coffee的会员 直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我们没有从Google跟YouTube的广告上面 得到任何的收入 这个频道是100% 由你这个样子的观众来支持的 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媒体 我们需要真正的使用圣经的角度 来看现在发生的事情 翻转这个时代要由你我一起努力 而且坚持 所以请加入我们的会员 还有帮我们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最重要的是 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欢迎所有的教会来支持我们的事工 欢迎保守派的企业来买我们的广告 我们很需要各位的帮忙 我是Ede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圣诞节刚过 新年快要到了 我们每个基督徒最常做的事情 最常祷告的时候 大概就是这个时候了 为了明年的应许祷告 为了今年的丰盛而感谢 不过我来这边稍微提醒一下各位 我们基督徒要祷告的时候 要小心了 如果你住英国的话 你要开始小心了 如果你在加拿大或是美国的话 我们应该小心很久了 因为现在如果你在公共场合 在大马路上祷告的话 你可能被抓去管 好的 那么你会被抓去管 在大马路上祷告的话 你可能被抓去管 在大马路上祷告的话 你可能被抓去管 我们会以为这种恶心 邪恶 盖世太保 反宗教自由的行为 基本上在全面左派的英国会发生 但其实在美国跟加拿大 已经实施了好久了 FBI这两年已经在堕胎诊所前面 抓了好多的基督徒跟天主教徒了 而且使用的理由都是很虚伪的 就是无中生有的东西 类似什么 这些支持生命的人 反对堕胎的人 在堕胎诊所前面 破坏治安 阻止人使用他们的服务 干扰店家生意之类的 英国或许 这边在做的有点极端 但是跟美国还有加拿大比起来 其实没有超过太多 事实就是 现在有非常多的人被逮捕 只因为他们做了政府不喜欢做的事情 以下也是在英国 因为几个女的拿着俄罗斯的国旗 就被抓了 我看你有些地方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你跟他们的些人执照 你会在这里面 我听到你很多人 但是我认为是 有些人执照 我认为他们家的帮助 我不是不信心 但是我认为你去旧 你不是不信心 对不信心 我认为你去离开 和你不信心 快速离开 因为你因为他们被üzik 人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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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得 需要 在這邊我不是在說俄羅斯是好人 也不再說烏克蘭是好人 只是我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說我們兩邊都不支持 我再強調一次 AI News兩邊都不支持 請你不要再誤會我們的意思了 那麼為什麼英國很極端呢 因為一個人在那個地方 沒有發出聲音的禱告 只在腦子裡響而已 我很愛美國 我也愛美國的前身 就是英國 而且我自從讀完美國憲法 還有獨立宣言 知道美國建國跟聖經的關係之後 我一直以來都認為說 我們是正義的一方 但是過去這十幾年 二十年 我們開放了 每年屠殺一百萬的嬰兒 我們徹底的摧毀了 婚姻的定義跟價值 我們開始摧毀小孩的童年 開始閹割小孩 把一堆不屬於他們年齡的荷爾蒙 打到他們的身體裡面 閹割以及摧毀他們健康的器官 身體器官 然後我們在大街上 公共場合上面 逮捕基督徒 只因為他們的腦子裡在禱告 所以這邊有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我們還是好人嗎 我們還是正義的一方嗎 換句話說就是 我們是壞人嗎 我們嘴巴上說的言論自由 宗教自由 結果抓莫倒的基督徒 為什麼這位女士會被鎖定 為什麼警察會真的是無緣無故的把她抓起來 因為這位女士是徹底的被針對的 她的名字叫做Isabel van Gogh-Sprouse 她是UK March for Life 非營利集團的這個負責人 過去十年之久 她不斷的在英國各個墮胎診所前面禱告 這是六年前她接受BBC的節目的訪問 我認識了一位第一次我去過的病毒 當中的40天給人生 有一個女士在旁邊走過 在另一旁路上的路上 我認為她是19年代 她就停止了 她說不定為何她不曾經來這週間 如果她曾經來這週間 我不會有我的病毒 那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我心想想想 我應該是誰我應該要來 因為這是我們需要做的 我們需要來做的 我认为我们只要有女性的女性 我们必须要在这里 我认为我们会有缺乏的时间 我们在外面的病床 如果我们并没有提供真正的选择 女性的选择 我们很大为女性的选择 我们不在这种选择 我们不在这种选择 我们可以帮助女性找选择 但如果她们遇到的选择 我们希望她们能够找平衡 西方的政府正在锁定基督教 要摧毁基督教 因为基督教有道德观以及价值观 还有律法 只有把基督信仰完全扭曲 失去意义 而且可以被政府利用来控制人民 才有存在的必要 不然一切就是政府的敌人 Isabel 被逮捕了之后 被搜身 被审问 问她说她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而且被起诉 我被逮捕 我被逮捕 我被择住 我被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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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这种 我被试图的事情 我被试图了 我被判施 被判施 再被判施 在四个人的搜捕 和被输入 的事 发挥的服务者 所以我现在站在搜捕 在2月2日 支援了ADF的英國 真的為了自由思想 而在英國的關鍵是 現在的國際遮蓋層 所以在這個國家的各種疫苗 都會有一個相似的地方 當然那些影響是很嚴重的 各位聽到沒有錯 因為墮胎診所認為他們被騷擾了 因為他們這個樣子可以屠殺的嬰兒變更少了 所以現在在英國他們要設立一個 Buffer Zone緩衝區 在這個區域裡面不能有基督徒 或者是有著基督教的行為 不能抗議不能有反對的聲音 一整個社區都要支持 讚嘆這個獻祭海童殺死嬰兒 撒旦在做的事情的方式 光是這個我們就非常值得問我們的問題 我們還是好人嗎? 我們是壞人嗎? 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文化還是以基督為主嗎? 我們還走在道路生命真理上面嗎? 我們的嘴巴上面說的自由代表什麼? 民主代表什麼? 我們西方美國的文化輸出 到底在傳達什麼樣的價值觀? 我們的宗教自由為什麼可以代表著 把基督教徹底封鎖? 我們是壞人嗎? 我們當然不是壞人 但是我們的政府的確是在做壞人做的事情 而且這是我們民主選出來的政府 我們的政府透過了一個奪取我們老百姓創造出來的財富 建立了一個打壓我們的制度 它使用著我們賦予他們的權力來打壓 不只是我們 甚至是全世界 這就講到我們美國的文化輸出 我們的文明對外的力量象徵 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這個全世界的國家聽到都聞風喪膽的軍事力量 the few, the proud, the marine 每個國家對於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都是又敬佩又憎恨的一個軍事力量 他們有一個新的規定 他們在訓練營的時候禁止叫他們的長官 sir或者是ma'am先生跟女士 以下的訓練影片訓練官在那邊大喊 然後新兵在那邊說sir yes sir的畫面 未來都會變得非常奇怪 我認識很多海軍陸戰隊的人 他們都是英雄 我認識有去過阿富汗的有去過伊拉克的 他們真的跟一般的陸軍海軍空軍很不一樣 他們非常的自律非常的團結 而且生活非常有紀律 我認識黑人的海軍陸戰隊 白人的還有很多華人的海軍陸戰隊 男的女的都有 我問他們在當兵的時候有沒有受到歧視那些的 他們每一個都說沒有 他們每一個都說在軍隊裡面 特別是在訓練營的時候是最平等的 膚色性別年齡學歷來自哪裡都不重要 大家全部都一樣 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人都變成最有效的 可以殺死敵人的戰士 每一個人都留著同樣顏色的鮮血 每一個人都要有一樣的戰鬥能力 而且自己身邊的戰友就是最值得信任的人 根據New York Post的報導 這些人犧牲自己的生命 犧牲自己的時間 他們跟海軍陸戰隊簽約 然後要被這些左派覺醒的 No-Nino Crow的長官帶領 然後告訴他們 他們從此以後要對他們帶領班長 不能有任何的性別稱呼 不能叫他們Sir或者是Ma'am' 因為這個樣子的話 他們可能會誤會他們班長的性別 會傷害到他們班長的自尊還有心情 這個報告是來自於Pittsburgh University 彼茲堡大學的一個738頁的報告 而且這個規定是聯邦國會議員的規定 就是我們選出來的政治人物 創造出來這些東西 根據上面說有很多的專家 包括PhD的生物學家 Bradley Nindle 還有Meta Lavlakar 還有超過22名的其他專家 跟我們的海軍陸戰隊說 從現在開始不要用有性別意義的代詞 而是要用性別中立的性別代詞 例如說Draw Instructor 或是班長 或是Senior Draw Instructor 老班長 反正就是男女都不能存在的意義 這表示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大概永遠不會再打任何一場勝仗了 OK 美國的霸權結束了 美國過去這兩百年打了不少勝仗 OK We had a good run 但是現在帶領我們的軍隊的這些領導階層 竟然會帶領我們的軍隊一起害怕 叫錯別人的性別 也就是說 接下來只要有這些人帶領著我們的軍隊 我們的軍隊就會越來越軟弱 這是一個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不管你承不承認 美國是一個掌控全球的一個帝國 我們不是一個小國家四面黃海 我們的法律不是只有在小小的一塊土地上面 然後這些人服從 我們在世界各地都有軍事基地 我們在太平洋正中央有一堆島 基本上完全控制著歐洲的安全 北約組織 基本上就是美國說的算 聯合國也是在紐約 我們這邊辦 然後 我們正在跟俄羅斯 在烏克蘭打一場仗 不管烏克蘭是不是歐盟 或者是北約說穿了 就是我們在打 我們在上面已經花了最多的錢 超過了阿富汗 超過伊拉克的錢 然後我們的民主黨才剛邀請了烏克蘭這個傀儡政權 澤連斯基 到我們的國會哭爹喊娘的 Nancy Pelosi 的情緒勒索 要我們通過一個1.7兆的 Omnibus Spending Package 預算 這個有多真實 烏克蘭的外交官發推文 把美國的紅藍白新調旗 全部改成烏克蘭的國旗的顏色 而且我們沒有發出抗議 而且我們還把我們的國旗包好 對不對 國好送給他們 說穿了 那場戰爭就是美國在打 不用在這邊騙任何人說什麼 美國還沒有宣戰 俄羅斯也沒宣戰 烏克蘭也沒宣戰 他們說一切只是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特殊軍事活動 我從台灣來的 我不會放台灣的國旗 因為我是美國人 我沒有台灣的身份 如果我要效忠的話 也是要效忠美國 但是左派的人跟我想的不一樣 在美國的左派的人 就算是美國公民了 就算在美國公民宣誓的時候 他們說要效忠美國了 他們其實是憎恨美國的 他們是會跟著市場走的 當烏克蘭發生那些事情的時候 每個人會把他們的 Facebook 頭像 改成烏克蘭的國旗 好像這是美國最新的 帝國主義旗幟的概念 我不認為美國應該當個帝國 就算是這個樣子 這個烏克蘭跟美國國旗的合成版 也比我們現在公認的 帝國主義旗幟來的好 就是這面驕傲旗 這面旗幟代表的就是 美利堅帝國的代表 我們的海外軍事基地 海外大使館全部都使用這個旗幟 他們愛這面旗幟 超過了代表美國的紅藍白的新條旗 新條旗代表的是 美國人 美國這片土地 美國的文化 代表的是自由 代表著 in God we trust 新版的驕傲旗代表的是 universal value 環球價值 所以真的就是在說 這是一個世界政府的旗幟 所以左派最愛使用這個旗幟 他們永遠不會討論國家 國家裡面的人 他們永遠都在討論說 世界應該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如何成為世界的什麼什麼什麼 如何在世界裡面怎樣 他們永遠都講的 都是很抽象的東西什麼 宣傳民主自由 宣傳自由人權 宣傳同性權利 這個權利那個權利 把這些權利全部散播到全球 這個就是他們想做的事情 廢除國家自主權 宣傳世界政府 這就是一個帝國主義 對他們來說 每個國家都不應該有自主權 一切都應該聽世界政府的吩咐來進行 國家不應該有自己的傳統 不應該有自己的文化 應該要完全接受 驕傲其代表的這個世界秩序 就連美國本土都不應該有自己的文化 美國的基督徒 英國的基督徒 整個西方國家都不應該有自己的文化 信仰跟價值觀 新冠肺炎的時候 我們要關閉教會 打開賭場 打開拖衣舞廳 就算現在教會可以打開了 你不能在公共場合禱告 不只是不讓你禱告 你連不出聲的禱告都不行 這個對我來講 就是徹底的抵制宗教自由 言論自由 抵制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東西 也是最摧毀聖經價值觀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美國變成了帝國 而且徹底的扭曲自由的定義 那什麼叫徹底扭曲自由的定義? 我們失去了言論自由 信仰自由 真正的自由 但是我們卻多了很多放縱的自由 這篇很噁心 很不幸 這個新聞我們已經看過很多次了 不幸的是 就是沒人看得懂重點在哪裡 但是這個 還是最噁心的 等一下會有影片 大家如果不想看的話 那就不要看 因為 我也不想看 家裡有兒童的話 請記得關掉 這一篇是來自於一個記者 叫做Taylor Hansen 他的報導 這個 All Age Drag Show 老少賢儀的變裝皇后表演 然後是一個 聖誕節的主題的演出 所以說 教會聖誕節不開 大家就以為聖誕節是 那個樣子 OK 在美國這個表演會在18個週演出 一共會有36場 而且這個畫面 是一堆 基本上 沒有穿衣服的大男人 裸露的 還有裝著假胸部 在台上到處跑 模擬性愛的行為 然後還有一堆 說三情好像已經太保守了 純粹是色情的東西 這個上面 基本上就是那種 泰國人妖秀 然後 台下是小孩 不只是這個樣子的小孩 還是被邀請的 因為這個廣告說 這是老少賢儀的表演 所以 我在這邊會放一段表演 那這一段還是 比較不色情的地方 就連這個 比較不色情的地方 也要打馬賽克 要經過各式各樣的處理 所以 各位要記住 呃 下面是 有小孩在看的 那如果你有小孩在看的話 先 跳過這邊 哇 喔 我今天感覺很累 我非常幸運 我非常幸運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我的天啊 有很多人 喔 我非常興奮 你好 你在找我 你餓嗎 謝謝媽媽 媽 謝謝 謝謝 We've been on tour, we've been on the tour bus, I've been on refrigerated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is donation I'm gonna put this to good use, I'm gonna buy more breasts I need more Now I brought for you some of my best breasts I brought for you my grandmother's breasts Yes, hand it down to me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Oh my god Hello Gray, you sexy beautiful Nice to see you I had the best time today With Gray and Weston in the glass coffin Is anyone from the glass coffin? Well, if you haven't, you can check it out They asked me, do you want to see the haunted section? I was like, hello? Do I want to see the haunted section? I feel like I am a haunted section I was like, let's go No, but I've been having the best time, turning around I've been working so hard, I've actually worked my butt hole right off Look at that, look at that It's gone, it's smooth, don't cry sir, don't cry I was like, oh my eyes But it's Christmas Day So, I've got to go I love myiniest person I'm a haunted part I'm so scared I'm going to try my ear I'm going to try my butt I'm tired I'm gonna be your heart I want one I want to do that I wan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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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another 这样表演的父母全部抓起来 夺取抚养权 然后把这个给传统教会的这些经费 来抚养这样子的家庭里面的孩子 里面所有的成人都必须抓起来 不管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 我的节目上有些牧师传讯息跟我说 讲话要委婉一点 用词会不要这么尖锐 和性有关的字眼 大家明白就好 就是减少细节说明为宜 我某层面了解他在说什么 但是我基本上不是很同意 因为这种减少细节的说明 造成的就是软弱的教会 父母无知 基督徒混乱 教会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眼不见为尽的这个模式 导致在美国的教会 在台湾在世界都失去了公信力 失去了把持道德的基准 很多人说我用词用得太严重 但是那些都是左派在用的东西 他们就是在这个样子 侵蚀你小孩的童年 侵蚀你的家庭 摧毁你的家庭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绝对的邪恶 任何他们参加的 演出的人参加的人 都是邪恶的人 我了解我们不想要妖魔化我们的灵社 而且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来支持 而且捍卫这个样子的行为 很多基督徒觉得说这是政治 不应该讨论 然后我们会跟自己说 我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多邪恶的人 我还在这边跟你说 就是有这么多 而且那些人全部都是邪恶的 我们对于邪恶不能够妥协 我们不需要知道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 我们也没有必要了解他们 说真的 我们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在那边虚假的在那边说 我不同意你的行为 但是我还是爱你 因为耶稣说要爱所有的人 No 我们没有必要要跟他们好 我们没有必要跟他们做朋友 我们不必要要跟他们在一起 我不想要跟他们在同一个国家 我不想跟他们分享一个星球 刚好 他们也是这么想我们的 这就是我觉得这些人在代表的是 多么恶心的一个东西 遇到这个样子的东西 我们不能妥协 我们遇到邪恶的时候 我们只能摧毁 而且彻彻底底的摧毁 而且我们就是要这么做 我们要赢得选举 重新夺回权力 而且彻底的把这些性变态 恋童癖神之以法 他们是在性虐小孩 他们不觉得抱歉 他们不觉得羞愧 而且这个样子的东西不会停止 直到他们被停止为之 Glad这个组织发推文说 变庄皇后恐惧症正在蔓延 有非常清楚 而且现实针对我们社群的危险以及威胁 我们从来就没有看过这么高的反对我们的声音存在 呃...是吼? 没错 变庄皇后有好几百年 甚至好几千年的历史 一直以来都有 每个文化都有一堆男的穿着女人的衣服 古希腊、古罗马、中国、日本、波斯、埃及的所有的文明都有 日本的能剧演员全部都是男的 演女的也都是男的 中国的平剧里面演女角的也都是男的 为什么现在你们会说这些人是变态在台上表演呢? 因为这些变态在搞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们的表演是在污染 而且性侵我们的小孩 他们的东西不是艺术 脱光光弄个假胸部 然后邀请小孩来看 你觉得大家应该接受? 你觉得这个叫做多元? 这个叫做没有羞耻? 这个叫做邪恶? 如果说你是 呃... 这个是这些变庄皇后其中一员 然后你觉得你们是个社群的话 这里是你们的社群可以考虑的一个方案 就是承认你们是个色情节目 而且只让那些跟你们有同样思想的成人去参加 不要把小孩扯进来 不要信话 信息引导小孩 编撞皇后有几百年的历史 根本就没人在乎 每个人都觉得很奇怪 但是没人在乎 但是你现在要把小孩放进来 突然开始有人对你们有仇恨了 难道这样子的关联你们会不知道? 总而言之 就算这个GLAD这个组织说的是真的 这些人真的是害怕 害怕的人生每天都过着充满恐惧 他们就是只想要做自己啊 真的有人用暴力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只因为他们在把这个性行为在台上弄给小孩看 好害怕好害怕好害怕 但是你们就是一定要继续做 这个对你们来说这么重要 你愿意牺牲生命来去搞这样的东西 这是你人生的底线 这是你人生的目标 这是你人生的目的 然后这个是你愿意你死了之后 磕在你的碑纹上面的吊纹 我谁谁谁奉献了一生 为了要让小孩看我在台上拖光光 我为了这个而死 这是你要的 这只是给我们更多反对你们这样子的人的理由而已 还要把你们关起来这样子的理由而已 他们说这个叫做Dragphobia 变装皇后恐惧症 首先这不是个恐惧症 这是个恶心 迫弃 瞧不起 可以说是很多 但是绝对不是恐惧 我们一点都不恐惧这样的东西 我们会害怕小孩看到那样的东西 我们害怕小孩失去他们的童真 他们的纯真 但是没有人在怕他们这些人 什么恐童 恐化性 恐变装皇后 没有人在害怕 他们只是一群男的穿着女人的衣服 在台上的变态 没人会害怕他们 但是他们两边都想要沾一点 对不对 他们会说 我们好害怕那些保守派的父母在威胁着我们的生命 然后他们超害怕我们的保守派的父母 超害怕变装皇后的 到底是哪一个 你们可不可以想清楚 在做决定 不过这里可以确认的一件事情 既然这个已经变成一个新的恐惧症了 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 变装皇后 Drag Queen 现在会变成一个新的identity 一个新的自我认知 这就是所有identity 他们最终的自我承认的方式 就是 这是他们的这个洗礼的模式 OK 就是把 phobia这个字放在后面 之后就有一个新的身份了 我跟保证 很快的 这个受害者联盟 LGBT 但这个组织就会加上D 来代表Drag Queen 对不对 OK 然后很快的 美利坚帝国的这个旗帜 就再多一条来代表他们 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 你看一下我们现在新闻媒体 讲到这些变装皇后的时候 都是用she 还有her 这个样子的性别代词 Drag Queen 这个原本应该是一个 舞台表演的东西 是一个男演员 装扮成出来的一个角色 然后现在我们要把它 变成一个真的性别来看待 所以一个 虚构出来的 这个性幻想的角色 现在变成他们一个 崭新的自我认知 原因是因为 当一个东西 变成一个人的 自我认知之后 就不可以被批评 不可以被打压 不可以有任何的缺陷 如果这只是他的这个 一个兴趣幻想 一个表演 一个职业的话 那就是可以被批评的 但是自我认知 是不可以被批评的 除了一个自我认知 是可以被批评 可以被打压 甚至可以直接被逮捕的 这个自我认知就是基督徒 跟随基督的人 可以被逮捕 可以被抓 可以被压迫 因为基督徒跟随的是道路 生命 真理 不管是在堕胎诊所前面 末导的基督徒 还是在新冠肺炎 敞开教会的牧师 传达真理 让人刚强的人 都可以被打压 都可以被辱骂 都可以被逮捕 美国不是巴比伦 我不是先知 我也没有先知的恩赐 我也不会发预言 我也不会说方言 但是根据我对于 启示录的了解 美国会被巴比伦取代 这个巴比伦 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旗帜 自己的语言 自己的军队 自己的性别 好多个 甚至在用他们的思想 来弱化我们的军队 使用政府的力量 来逮捕 为生命发生的基督徒 但是不同的是 我们现在还有能力 我们还有选票 我们还有非常多正直 而且敢发出正确价值观的 教导的教会 我们还有宪法第一修正案 以及宪法第二修正案 我们可以保护我们自己 而且我们有义务 要保护我们自己 跟我们自己的家庭 以及最重要的 我们的孩子 而且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需要了解到一件事 就是没有人 会来救我们 没有人会来帮助我们 我们只能自己变得越来越强 因为如果我们不自救的话 我们如果不救美国的话 或者如果你不住美国 我们如果不救自己的国家的话 我们就会跟着我们的国家 一起被巴比伦吞噬 感谢大家收看 新年快乐 我是Eto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